最近娱乐圈出了非常多的事情,各种各样的爆料传了出来,很多明星在这几天都被打回原形,暴露了本身的扎面目。 最近张丹丰又被人指出一次出轨自己的经纪人,一时间又把大家的目光给吸引过去了,虽然他自己已经对这件事情都说过了多次的回应,但是其中的漏洞还是非常的明显,现在红心在发声明,其中信息量太大,事情并没有想得那么简单,这件事情在网络上先起了很大的反响,身为妻子的他也对这件事情做过很多次的回应。 他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所发的内容却多有些怪异,在其中,红的意思大概就是张和他经纪人的一切事情,自己还是比较的了解的,他们俩已和种方式相处,又是如何处理工作和生活的关系,自己也是看待眼睛。 他在社交平台上发了这则消息,令人感觉非常的惊讶,其中让人感觉张与他的经纪人之间有非常多的巧合,而且这一切可能作为妻子和他都知道。 而且加上最近张发消息称,他和经纪人之间的关系合作无解,这不得不令人怀疑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,竟然能用到合作无解。 难道在作为男性的张在场的情况下,经纪人只穿着一间浴袍去他的房间,也算是合作无解的一种吗? 然而最近红心在回复网友的一些评论的时候,表示家中的财政大权竟然在经纪人的手里,而且自己家庭中所有的生活所持,作为经纪人的必赢都会来帮忙。 张丹丰非常的依赖于他的经纪人,到哪里都会一起出行,最终到了把钱都交给他管理的地步。